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 非一般的时代 非一般的崇拜 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 在二月中的时候 我太太就去了台湾去照顾她 在医院的爸爸 有个好消息 一个好消息就是 我太太今天下午回来了 现在她的机场 那不太好的消息就是 其实就不是因为她爸爸就好了 是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 我太太病了 那我不会多说什么事 但是我想大家都明白 这些都不是伤风感冒咳的问题 如果有机会 迟些我都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于是今天我们在想的 不单止是非一般的时代 非一般的崇拜 亦都是非一般的景况里面 上帝呼召我们要活出一个 非一般的人生 一个为上帝荣耀 而活的人生 因为今个礼拜 家里发生事情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完成 我的篇广章 我想只好留待下个礼拜 希望可以和大家继续分享 这个圣殿争霸的系列 作为一个牧师 通常其实你都会有好几个project 在工作中 于是 这个星期我有另外一个project 在工作中 那个project就差不多可以见得人了 于是我想在这个时候 我就用了这个project作为今天的港导 在一个现在这样的时代 在一个瘟疫蔓延的时代 我们需要听上帝的福音 你需要我更加需要 如果你在我们公理堂的一些whatsapp上 你大概知道过去一两个月里面 我们开始了一个节目叫做 《公理在线》 就是那些牧师会录一些和瘟疫有关系的东西 于是就跟大家分享去鼓励大家 上个星期我们的教母同工就来找我 说到我了 我要做一个功夫 他们给这个题目 很好 他的题目是《瘟疫中的信心》 他就是给这个题目 我没有经文等等 他就是想我花点时间录一段东西 跟大家分享 在瘟疫里面怎么可以有信心 或者我们都知道 在一个平安无事的时代 我们都会说 大家努力去读圣经 大家彼此的讨告 大家去建立或者增长他的信心 但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在一个瘟疫蔓延非常之黑暗 而且对前景完全没有把握的时候 我们怎样还可以持守着我们的信心 以致我们的信心不滑落呢 到今天短短的几个月之内 我们已经全世界做统计 差不多300万人感染了 其实实际数字应该是远远超过这个 有差不多20万人死亡 实际数字亦都是很多 但是瘟疫还未完 不单止未完 我们完了一些地方已经比较稳定 就算好像香港 都会担心第二波第三波 甚至会不会长有长做 下一年每一年都会继续回来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很多时候 那些人会说 哎呀牧师 我最近信心很低落 很不开心 但是如果你再深一些 想一想 其实你不是信心低落 低落的不是你的信心 低落的是你的情绪 当然有些人会可以说 是啊是啊 你说得对了 是因为我失去了信心 以致我情绪低落 失去了信心 以致我情绪低落 你想想这句话 究竟合不合 然后就跟你去想一想 这句话究竟是真并错 失去了信心 以致我情绪低落 Bondhofer 这个德国有名的牧师 神学家 也是一个殉道者 他曾经有一句名言 很有意思 值得我们在这个时候去思想的 比说话这么说 他说 God is not a God of the emotions But the God of truth 上帝不是一个情绪的上帝 上帝不是一个情绪之神 上帝是真理之神 Bondhofer 说了什么呢? Bondhofer 说了什么呢? 他说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什么上面呢? 要建立在上帝的真理上面 就不是建立我们的情绪上面 你明白吗? 所以你说我们现在很不行 或者我们失去了信心 其实那个问题在哪里? 是我们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情绪上面 而不是在真理上面 所以你就没有了信心 你觉得信心很低落 我们有一个病症 病症 symptoms 我们的病症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信心 以致情绪低落 这个是病症 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病症 这个就是对准下药 这个是最终的root of the problem 那个根源 我们的病症是什么呢? 病症是什么呢? 我们的病症是将信心建立在情绪之上 不是将信心建立在真理之上 所以你怎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要将你的信心 重新再建立在圣经真理之上 那你就OK了 又不是这么容易的 那才有得见 那如果我们现在要将我们的信心建立 回到圣经的真理之上 我们要问我们这个问题 我们要很冷静下来 不要这么情绪化转 我们问 究竟世世代代基督徒相信些什么 究竟世世代代基督徒相信些什么 如果你一直来讲 过去几个月都有听我讲到的时候 你知道我经常引用一个故事的 这个故事就是在美国的西岸有一间教会 这个已经是很多年前的 他们当时是专门去吸引 或者是同一群从来没去过教会 或者很少去教会的人存福音 有些是很前卫的人 他们来到教会 第一次拿起本圣经 第一次知道原来基督教信这种东西等等 他为了要帮助这帮人的时候 他将基督教的信仰 基督信仰的总纲 用四点去总结 于是这间教会很大 他们很多人 他们每个角落都贴着这四点 那这四点是什么呢 基督信仰的总纲是什么呢 那四点是这样的 四点是 The Bible is true Sin is the problem Jesus is the answer And hell is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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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总纲 这个是你应该你的信心建立在什么呢 不是情感 不是情绪 你的信心应该建立在真理 那假设这四个就是我们真理的支柱 我现在将它翻译成中文 并且扩大一点来说 它说的是什么 我们基督信仰的总纲是什么 第一 圣经是何其的真实 在圣经以外 你不要拿起报纸 觉得报纸是何其真实 我们现在通常的东西 一打开圣经就说 你都不知道真还是假 这个你完全是反过来 圣经是何其真实 第二 罪恶是人类最终极的问题 人类最终极的问题是罪恶 不是其他东西 是罪恶 想一想 因为罪恶是人类的终极问题 所以耶稣是罪恶终极的解奏 究竟人最需要的解奏 解决的问题 是什么呢 是耶稣 是耶稣的十字架 是耶稣的空坟墓 其实我们刚刚过了的 刚刚过了耶稣的受难节 祂的复活节 我们需要耶稣作为我们终极的解奏 祂帮我们解决罪的问题 帮我们解决死亡的问题 最后 不单止罪的功架乃是 死死后且有审判 于是地狱是极其可怕的地方 你信不信这四样东西 如果你的信仰是建基在这四样东西 我想你想想 如果你的信仰是建基在这四样东西 coronavirus会怎样影响你的信心 我再问多一次 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这四个真理上 coronavirus的理论 有没有动摇过四个根基的柱的任何一个 答案是没有的 你明不明 如果这个是你信仰的总光的时候 coronavirus是碰不到你的 完全不会令你失去信心的 相反 coronavirus的来临 会令你的信心极其的坚强 不但这些坚强 而且越来越大壮大 为什么 因为圣经是何其真实的 所以我带你读这段圣经 这段圣经很有意思 这段圣经神学家告诉我们 是新药圣经 不要说旧药 旧药是影子 新药是实体 新药圣经里面 差不多是独一 是讲到瘟疫的一段圣经 即是在世鲁那段不是的 那段是讲死亡 不是讲瘟疫 虽然翻出来是瘟疫 所以这段圣经很值得我们去想 在瘟疫的时候去想这段圣经 当然我们没有时间读完所有的经词了 其实我那段圣经我想大家读的 不单只是去到第三十三节 希望大家可以读到第三十六节 因为我将它剪短 但是我会读到大家读 我想跟大家读 这个是耶稣最后一个礼拜 未上十字架 就快要上十字架之前 讲的真理 是我们要将我们的信心 见在上面的真理 耶稣这么说 《路加福音》第21章第九节 这个应该是第九节 当你们听见打仗和动乱的事 不要惊和 因为这些事必须先发生 那你立刻问 先发生 之后才什么才来到呢 这个先跟着后是什么呢 那你继续想 民要攻打民 又是一定要发生的 一定会发生的 国要攻打国 那你都知道 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 很多 如果我们年轻的话 我们没有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 但是我们都知道 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战争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将有大地震 这个我们知道的 日本大地震 什么海啸 虽然我们未必震过 但是我们知道 有些这样的事情 很贴身的事情 多处必有饥荒 你知道吗 现在有饥荒的 有什么香港从来没有饥荒的 是的 香港是没有饥荒的 不代表世界没有饥荒的 前一陈 上个星期 我在说 若以记的那个蝗虫 我都说 你知道吗 现在在东非 其实有一个很巨大的 饥荒 是因为蝗虫 蝗虫 多大 我们在说 几十亿的蝗虫 几十亿 你想想 世界有多少人口 几十亿的蝗虫 可以将所有的龙族 全部毁坏了 不过我们没感觉到 因为我们在香港 我们觉得没事 但是其实这个世界 有没有饥荒 有的 不断有饥荒 瘟疫 你现在走不掉 一开波的时候 我们就说 哎呀 在中国 接着香港都碰到 又怕沙士 美国还在那里 硬硬硬脚 很好 没事 现在你看一下 这个瘟疫 全世界都有份 而且因为 飞机交通发达 现在全来全去 你怎么走去月球呢 我们感觉到这个瘟疫 耶稣说 这些事情都会发生 接着有些事情才会发生 所以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一个信圣经的教徒 你的信心是建立在圣经 The Bible is true 圣经是真实的话 你看到这段圣经 哇 圣经是真实的 在coronavirus的这段日子里面 你的信心应该是什么 激增 激增 有什么理由 跌落 也没可能 除非你不信圣经 这个是个问题 如果你没有看圣经 你不明白圣经里面 说什么的时候 你说 哎呀 为什么会这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 耶稣一早就说了 不是的 我相信耶稣不是这样的 那是你的问题 不是的 别人传给我 那别人传给你 就有问题了 但是如果别人传给你的 是一本圣经 是耶稣里面所说的 一切的东西 你不会应该说 为什么会这样的 当你看到coronavirus的发生的时候 应该让你更加肯定 耶稣讲的东西将要发生 将要发生什么 同样当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 就知道上帝的国近了 上帝的国近了 我没时间跟你讲 上帝的国 上帝的国 在生日圣经里面 很奇妙地 有好几个地方是到了 当然你说 每天都到的 是 但是在某几个点 耶稣就出生 你知道吗 耶稣出生 是上帝国临 耶稣的十字架 上十字架 是耶稣基督 天国来临 为什么 是十字架上耶稣做王 在复活节的时候 天国来临 为什么 上帝得胜了 得胜了死亡 在圣灵降临的时候 天国临近 为什么 上帝的灵离回这个世界 但是还有另一个地方 他说 上帝的国最终会临到这个世界 会临到这个世界是什么 就是会来到几个审判 给了一个审判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受死复活 升天了 耶稣有天 必然回来 我们唱歌是很正面的 我们唱歌就是 因他活着 因他复活 无据明天 但是圣经怎么说 因他复活 你必须要去盼那天 为什么 冤魂不散的 他一定回来报复的 他必回来审判这个世界 所以他说 同样你们 看到这些事 corona发生的时候 就知道上帝的国 近了 是不是心里应该 薄薄跳呢 薄薄跳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一切都要发生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 却不废去 我的话是上帝的真理 我的话不会废去 当你看到这些发生的时候 我们应该知道 天国临近了 有一天 耶稣会回来 他会审判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不会继续去存在 而我们需要 相信福音回转 得拯救 但是我想和你读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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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没有读的 不过我们现在一起 可以有机会去看 这件应用是 最后的三字 可能34至36 我读给你听 他说如果你知道这些一切 如果你看到coronavirus 你知道天国临近了的时候 你应该怎样 你应该 你们要谨慎 免得被贪食 醉走 今生的忧虑 压住你们的心 你看现在一个问题来了 你现在开始知道 为什么我们说 有瘟疫中我的信心 林牧师我的信心很弱 因为你被今生的忧虑 压住了你的心 你正当的反应应该是 主快来了 你正当的反应应该是什么 谨慎 谨慎 考债鼓 定当 大家醒神一点 读多一些圣经 听到这里 多多思想 上帝必临 我们就是玩完了 或者我们应当悔改 这是一个正确的回应 哪一日子就忽然 临到你们 与狼狼一样 因为哪一日子 要临到所有居住在地面的人 所以coronavirus 正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去到哪里呢 可能你早前还在想移民 现在你移去哪里呢 你移去美国呢 你移去欧洲呢 可能要Australia 去纽西兰 但很难说 第二波第三波 一样召死 那你去哪里 去难击 我们开始感觉到 这个Virus的正确的地方 就是所有地面的人 都要面对着 耶稣基督的来临 天国的来临 你们要时事警醒 这个是应用 耶稣说 你既然你听了明我之前说的东西 你相信的时候 这个时事警 上上祈求 祈求些什么 你想一下 现在有很多人上上祈求 祈求上帝指着这个瘟疫 我又不可以告诉你 你这样不对 我又不可以说你 祈求 那些人 不要死那么多人 气候快点去停止 我们都很希望 祈求快点可以聚会 但你听一下耶稣给我们的形容 你们要时事警醒 上上祈求 祈求些什么 使你们能逃避者一切要来的事 以致暂立在人子面前 祈求些什么 祈求你准备好见他的面 祈求你回转得生 祈求你认识真神 祈求你跟随着独一的 救主的十字架 祈求你不是贪食 追走 今生的忧虑被压在你的身上 祈求你不是被这个世界所缠绕 祈求你背起你的十字架 跟随上帝 你明不明白我讲的什么 所以很有意思的 如果我们的信心 是建立在这四样东西的上面 这些真理的上面 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 圣经是何其真实的 你刚才看了那段圣经 你应该说阿们 圣经是何其真实的 那段圣经也都说 耶稣必须会审判这个世界 也都让你知道 罪恶是人类最终的问题 而耶稣的十字架 耶稣的空坟墓是 罪恶死亡的解咒唯一的方法 而最终我们需要拒怕的 不是coronavirus 而是最可以带我们进入永远的 我们不是在信这些东西的 如果你觉得你在这段时间 你的情绪很波动 或者你的信心很动摇 上帝究竟有没有你 上帝在哪里 如果你问这些问题 我告诉你 你大概不是在信这些东西 你的信心 那个焦点摆错了 在另一些地方 一些我可以叫做 大仙的信仰 总纲 什么叫大仙 黄大仙 黄大仙的信仰总纲 是什么 刚刚跟圣经相反的 黄大仙的信仰总纲 我用四点来总结 眼见今生 方为真实 大黄大仙的人 说来说去都是 讲今生而已 没有来世的 没有圣经的 眼看都叫 而圣经有一句说话 他说 保罗说 你不是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睛 Walk by faith Not by faith 我们凭着信心 通过圣经 进入另一个世界 我们不是为今生而活的 但黄大仙信仰的总纲 是眼见的 今生就是真实 才是真实的 其他也不实际 信了些 都不知道真还是假 怎么知道 有没有新天生地 怎么知道 有没有天堂地狱 怎么知道 第二 生活的疑难 是人类最终的问题 所以神明保佑 就是疑难的解咒 你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去拜黄大仙 无所不求 凡求也有得应 只要你诚心 于是他就会 因为我们觉得 人生最终的问题 不是圣经讲的 是生活的疑难 于是神明保佑 就是口缺 接着在黄大仙信仰的 总纲里面 是不怕来世 因为人死于灯明 或者你轮回 whatever 总之不是为 未来未 为个永恒而活 这个是一个 带我们进入死亡的信仰 这个不是圣经的信仰 但如果你的信心 是建立在这四个东西上面 你就死定了 真是 怪不得你这么动摇 我不知道现在 还有没有人去拜黄大仙 如果那些人 想清想错 就不要去拜 但是我们是跟我们的信仰 是在说这些东西 在这个疫情的当中 在瘟疫的当中 我们的信心应该是 不断澎湃膨胀的 没有理由 信心软弱 没有理由 信心跌倒 相反 在瘟疫的当中 我们对某一些东西的信心 应该是大跌的 例如如果你是美国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 make fun 美国人最相信的什么呢 最相信就是 那个big US dollar 美国人最相信 就是他们自己的能力 他们的强大的国 他们手持的那只美金 这个是美国人 全国最大的偶像 现在没用了 为什么呢 要戴上口罩 如果你在这个瘟疫里面 你曾经相信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现在对美国 美金的信心应该是大跌的 另外一件事 你对政治系统的信心应该是大跌的 我知道在我们的城市里面 我们是很追求希望可以有一个民主的系统 当然不是不对的 也是好的 但是我想你看到 在coronavirus下 美国有最民主的选举 选出来一个这样的总统 是不是令你觉得 对任何的政治系统都应该失望呢 在瘟疫中的信心 应该让我们对于所有的政治系统 大跌眼镜 当然我们对我们的经济系统 也都应该是大跌眼镜 我们对我们的经济系统 应该开始失去完全的信心 这个不单止是因为我们现在经济很差 或者经济以后的prediction很差 而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前个月 这个股市是可以大上大落到夸张 夸张得好像在打电话似的 如果一些东西是这么想这么落 究竟那东西是真还是假 你告诉我 我们是不是应该对我们整个股市 整个华尔街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question mark 去问一下究竟他们在玩什么 我们的疫症 也都令我们对我们的科技 对我们医疗的研究 信心大些 我们以为我们很劲 我们以为我们解决了很多东西 但是突然间一个这样的东西 搞到全世界死了 当然你看回人类整个历史里面 有无穷无尽的瘟疫 你说我们都得胜了 有些人可能他在说每一百年 有这样的东西 你不要理他 但是有没有看过一些报告 告诉我们知道 其实有几百个virus 可以好像corona那样随时爆发 或者几千个 有没有想过为何 没有两个virus同时爆发 如果两个virus同时爆发 我们就死定了 你明白吗 有没有看过那些怪兽片 一只怪兽出来 就已经搞到你一锅谱了 你两只怪兽出来 你就死定了 全世界都玩完了 有没有想过 为何今天我们在说的 不是corona viruses 而只是一个corona virus 为何我们不是说COVID-19 20,21,22,23 而是说19 是上帝的怜悯 给我们一个警告 如果我们多一个virus 多一个瘟疫 两个跌在一起 我们就玩完了 在这个瘟疫里面 除了对我们人类的科技等等 我们应该大有怀疑 大跌信心之外 我们对人类的尾线 都应该是 大跌眼镜 远远失去了信心 我们想到当中 有很多的racism 就是种族的歧视 这个种族歧视很有趣 我之前录的 不单是鬼佬 歧视中国人 也有中国人 这段新闻很棒的 而中国人在庆祝美国 感染过十万 又可以的 是彼此的歧视 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里面的罪 相反圣经一直跟我们说 人最终极的问题是罪 人类的社会 是充满罪恶的社会 在这个瘟疫里面 我们看到这一切的东西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而在瘟疫当中 有一些新闻 有人说 瘟疫是无处不去 不管你有钱没钱 不是的 有钱没钱是差很远的 有没有看过新闻说 在瘟疫的 lockdown的时候 当我们大家要留在家的时候 domestic balance 就是家暴 是超了标 这个代表着什么 我们有时候 我们都会希望 其实这个瘟疫也挺好 我们大家在家 多点时间和子女一起 打电话 聊聊天 读一下圣经 你说得很漂亮 但如果你总观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家暴是爆了标 你说的是什么 人的罪 圣经是说得对的 在瘟疫里面 我们也都知道 甚至最近你看看新加坡的情况 告诉你 最后几个月 大家赚新加坡 赚到无论 现在新加坡 你看到那个 两个classes 就是两个 两组人的分别 一个是 外国的廉价劳工 一个是新加坡自己的公民 你看到那个分别 你再想到一些 还有印度的情况 一些超有钱 超没有钱 你知道吗 在美国里面 黑人的感染率 和死亡率 是远远超过百人 当我们说 我们没办法上课 去上课 的时候 我们在说的是 我们有资源去上课 但是谁是没资源 没办法去上课 是窮等的人 这个世界 在这个瘟疫里面 每一段新闻都告诉我们 我们都没有知 圣经是真的 我们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 充满一个不完美的世界 everything is true 我们信仰的总纲是完全真实的 圣经是何其的真实 罪恶是人类的问题 耶稣是罪恶的解就地狱 是极其的可怕 有一天耶稣要回来 因他活着 你应该恐惧哪天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加多一节诗歌 这样说 因他活着 我们应该恐惧哪天 因为哪天他会回来 他会审判这个世界 不单止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很多不公义的事情 那些家暴 那些种族的歧视 那些贫富的援助 他会审判 你和我每一点的罪恶 谁能接受呢 地狱是极其可怕的 在我结束的时候 我仍然想带你回去 我其中一个英雄 叫Jonathan Edwards 其实这个世界最有名的 公理牧师 公理中的牧师 Jonathan Edwards曾经这么说 他说 almost every natural man that hears of hell flatter himself that he shall escape it 基本每一个听过 地狱的自然人 自然人就是说 未被上帝改变重生的人 一个活在这个世界的罪人 基本每一个人都会吹捧自己 觉得地狱不关我事 然而就是这些人 上帝必为他们预备一个永远的火力 当然你去到我们现在这个世代 你会发现 我们当中一些很有名的神学家 牧师 我们很尊重的人 已经开始再不讲地狱的这回事 我们要很小心 我们回到圣经 圣经仍然将地狱 摆在信仰的其中一段之处 我想和你分享 Jonathan Network那篇 在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 那篇道 那篇改变了当时新英伦的一篇道 当中的一些折扰 他讲到地狱的害怕 上帝的愤怒 上帝愤怒的功已经拉开 战在园上 正义的审判 把战瞄准 了你的心窝 绑紧了公然 上帝愤怒的上帝 我们通常唱歌都是 池外的上帝 但是上帝 亦都是圣结愤怒的上帝 上帝愤怒的上帝 对你根本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也没有任何义务的上帝 只有他的意愿才能使那 箭头迟一刻喝到你的鲜血 因此 你们中间 所有不曾被上帝圣灵更生的人 所有不曾被重生 而成为新人 不曾从罪恶死亡中复活 进入那身在身的创造 经历从前所不知的光明和生命的人 你们都在愤怒的上帝手中 罪人想想你 现身处其中的可怕的危险吧 你在那上帝的手中 身下是充满怒火的大火炉 一个宽阳又深不见底的心愿 而上帝正含着对你的怒气 就好象他对地獄里受诅咒的人 满含怒气一般 你被吊在一根纤细的思上 愤怒的火苗在他周围穿藤 随时准备把他烧焦 烧成灰尽 而你 你缺乏一个中保 找不住任何可以拯救你自己的东西 没有任何能挡住那愤怒火焰的 你没有任何东西 也不曾做过任何事 也不能再做其他的事 能使上帝欢容你一刻 这是永远无尽的愤怒 这种狂暴与怒火 即时只经受一刻也极其可怕 愿意你却要永远遭受他的折磨 这种强烈可怕的痛苦将永远 永无止息 当你向前望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在你面前 是漫长的永无止境的忍耐 他们将吞逝你的思想 漫目你的灵魂 你会完全绝望 不可能再期待任何的释放 结束 缓和 甚至 休息 未完 但现在你却有一个非同尋常的时机会 再者一天 基督把仁慈之门大开 站在门口对可怜的罪人 大声呼唤和呼喊 再者一天 许多人聚集到他的身边 涌入了上帝的国度 每天都有很多人从东方西方 南方北方到这里来 很多人都处在和你们一样的悲惨情况 而而现在他们生命幸福心里充满了对一个人的热爱 那人爱他们把他自己的先血洗去了他们身上的罪业 现在他们因为有希望得到上帝的被护而欢恩鼓舞 因此让每一个不在基督旅的人都醒过过来 逃离那将临的怒火毫无疑问 现在全立的上帝的怒火正在笼罩 在会群中一大部分的人的头上 让他们每个人都逃难逃离所多马成八 赶快逃命 不要回头汗 一直逃到山上以免 你被毁灭 这个是不是好像耶稣所说的 你们要警醒 当你看到coronavirus的上帝的国近了 现已基督来了 基督为我们受死 为我们复活 为我们升天 他必再来 他要拯救信靠他的人 我们要归顺基督 因为他的日子 临近 我们要投身教会 我不是叫你入会 我不是叫你交会费 我们要投身的是一个离开这个世界 走向天国的群体 最后结束的时候 我再想带你去 关于你的信心和你的情绪 你开始明白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情绪低落的原因 是因为你的信心建立在一些不是真理的东西上 上帝呼召我们 在这个时候 要将我们的信心重新建立在他的真理之上 跟着你的信心可以将你的情绪 拉到正确的位置 我结束最后想和你分享 John Piper的一段说话 他这么说 他说 My feelings are not God God is God My feelings do not define true God's word define true John Piper活在美国 美国人最聪明的就是情感 情绪 我们的情绪成为了我们的上帝 我们今天心情很美 Praise the Lord 第二天我们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我们突然觉得 很down 好像一本圣经改变了 好像耶稣没有上十字架 或者他上了十字架都不关我 或者他上了十字架都不是我想要的一样东西 我不要十字架 可以给其他东西我 张太平说 我们的情绪并不是上帝 上帝就是上帝 我们的情绪 不可以定义上帝的真理 上帝的话语是那个真理 而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那个真理之上 My feelings are echoes and responses to what my mind perceives and sometimes, many times, my feelings are out of sync with the truth 他说我们的情感很多时候是我们脑里面所思想、所相信的东西的回响 他说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里面甚至经常会发生的就是我们的情感和真理上面有一个冲突 所以他说 当我的情感和真理 是不能并存或者彼此冲突的时候 我做什么? 我不是去改变上帝的真理 我不可以去改变上帝的真理 而是我祈求上帝 结证我的情感 让我知道他的真理 让我信心建立在他的真理上面 于是最终结 是什么? 我的情绪 我的情感 和他的真理 可以同步的前进 这个上帝给我们呼召 今天你说在corona的时候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我们应该读我们的圣经 我们应该要好好读我们的圣经 我们应该要反省我们的信仰 我们再问我们自己 我们认不认识这个上帝 我们相不相信他的真理 让我们回转 单靠着耶稣基督带我们进入他永恒的天国 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 在高兴的日子 在伤心的时候 我们的情感都需要 你的洗净 正如我们需要成性 我们罪恶的身体需要被成性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情感 亦都是我们 不完美 罪恶身体的一部分 让我们的思念 让我们的感官 贴近你的真理 让你的真理 去挑旺 我们的情绪 以至我们在该赞美的时候 去赞美你 该谦卑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当中 谦卑回转 祝福我们的教会 因为这个时候实在是 教会一个很艰难 甚至是混乱的时候 艰难混乱不单止是因为我们不可以实体崇拜 艰难混乱不单止是因为有个瘟疫蔓延 艰难混乱是因为我们不熟你的本圣经 我们的信仰 往往是建基于人云亦云的东西上面 求主你继续呼喊你的教会 回到你的真理 让我们的一生 朝向你美好 恩典的天国 我们今天祈祷 希望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